上集讲到父亲老白 虽然早已停止了呼吸 但女儿小雪 还是一如往常地 把她留在身边 父亲是她最后的亲人 现在家里就圣索了 十几年的禽兽 还活着 但禽兽被摘出了眼球 和声带无法交流 倍感孤独的小雪 决定再找一个活人来陪自己 晚上 她为父亲跳了最后一支舞 一曲终了 小雪把父亲加工后 塞进了冰箱 然后她开车来到了一个酒吧 搭讪上一个叫千惠的妹子 小雪把千惠邀请到家里玩 当得知 小雪没有亲人孤身一人 住在这里时 善良的千惠 很是心疼上前抱住了她 小雪也是深受感动 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当千惠问到她父母的时候 小雪如实相告 母亲小时候被禽兽杀害 禽兽现在被锁在仓库里 父亲前几天才去世 现在待在冰箱里 千惠听得汗毛直立 她强装镇定借口天 太晚了 要回家 小雪 求她再陪自己多待一会儿 而千惠边拒绝 边往门口退去 镜头一转 小雪又在擦地上的血迹 千惠已经变成了碎块 也被她塞进了冰箱 独自吃晚饭的小雪 黯然神伤 感觉现在更加孤独了 晚上躺到床上 孤枕难眠的她 想到了仓库的禽兽 现在家里能喘气的 也就剩禽兽了 十几年来 这是禽兽第一次被解开铁链 小雪把她领到浴室 清洗干净 然后带进卧室 陪伴自己 等小雪半夜醒来后 发现身边又没人了 她起床看到房门大开着 透过窗户门看到 月光下的荒野上 禽兽正在摸索着往前走 小雪看到这儿 拿着一把尖刀 就追了过去 为什么大家都想逃离她 想不通的小雪成全了禽兽 给她来了个三刀六洞 这下家里就真的 只剩小雪自己了 情绪崩溃的她 跑到母亲坟前哭诉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早上 她走出树林 正好碰见一个路过的汽车 车上居然是一对母子 宝宝才刚出生几个月 小雪感觉 这女人简直是送子观音 等女人把她送到家时 她抱起婴儿 跳下车 就往房子里跑 女人在后面哭喊着追了过来 小雪赶紧反锁了门 不过家里的后门没锁 女人还是跑了进来 她寻着孩子的哭声 跑到了二楼 老规矩 女人被小雪锁了起来 进行了手术 可怜的她一样 被摘出了眼球和声带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